9月20号,丰满水电站全面治理重建工程首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。 随着新机组的陆续投运,老丰满开始焕发新青春。 重建后的丰满水电站将继续承担发电、调风调频、防洪防汛等综合任务。 始建于1937年的丰满水电站位于吉林省吉林市,是中国第一座大型水电站,被誉为中国水电之幕。 为中国水电事业发展及水电专业人才培养,做出了重要贡献。 受历史条件限制,丰满水电站老坝涉及施工技术水平较低,虽经多次大规模加固和系统改造,但先天性缺陷难以根除。 2007年,丰满老坝由原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坚定为并坝,汛县水位下调到257.9米,无法发挥正常作用。 2019年5月20号11点16分,老坝进行了爆破,建设5年的新坝开始挡水。 新机主正式开始投产发电,那么原来老坝存在的安全隐患将彻底解除。 新坝建成以后将达到500年一遇设计,1万年一遇较合的防洪标准。 据悉,新大坝在施工的过程中使用了智能碾压、智能温控等手段,以及与互联网加相关的自动焊接技术。 我们整个大坝还有机主的建设是采用智能化手段,然后整个的坝的建设从智慧管控角度是有智能温控,有智能碾压,还有灌江自动记录仪,这三个方面。 然后在管控的安全手段上有移动安间。 据记者了解,作为松花江流域的枢纽电站,新坝建设时增设了大坝过渔设施。 新坝的落成让丰满水库的汛线水位恢复至260.5米,可以满足150万亩农田灌溉和990万城市人口生活用水需求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